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他搜寻依据排序的依据是依照利润 利润由高排到低 这边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桌子有看到吗 桌子非常不好 因为桌子的利润是负数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2020年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大幅的成长 大幅的成长 所以我们老板可能就会想要知道说 那你说这边有大幅的成长 那到底是什么类别大幅成长 什么类别 那当我们点一下 那当我们点一下 请问是什么类别有大幅成长 是这一个 这一个 家具 家具 然后你去看一下 假设当我今天点家具 家具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书架 第四个是乙子 好 我们只看书架跟乙子 好 我们点九月 九月第二个的书架 还有乙子 所以成长比较多的是这个书架 可以了解吗 成长比较多的是这个书架 好 你看在四年的比较里面 的 四年 四年 然后九月份 可以发现 其实2020年的九月表现是好的 你去看嘛 这边是13.2 这个2018年是不是很糟 所以点一下2018年的九月 你就会看到它是7.1 7.1 好 只是提供给你参加